日本防卫省星期五针对中国战机飞越冲绳宫古岛公海上空 做出了回应 他们表示日本战机当时也紧急升空进行了应对 我们下面能为您通过连线美国支援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 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 戈兰你好 一文你好 是 先跟我们谈谈日本防卫省今天星期五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说法 那么日本的舆论对于中国军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又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好 日本防卫省没有评论这件事情 他只是把昨天观察到的中国两架轰溜的战机在空域的活动的情况 和日本的战机升空的情况说明了一下子 那么日本的主流传媒基本上还是非常冷静的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关于中国的军机通过这个空域 其实在日本已经被说了两年多了 那么所以这个两年左右了 所以这种情况呢 现在日本的传媒都基本上已经冷静下来了 不过今天呢 那个前防卫大臣森本敏呢 在日本的产经新闻发表了他的一个论文 就是谈这个问题 他说他有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呢 他就是说日本要加强警戒和监视 但是他说千万不要去挑衅中方 因为他相信中国现在最希望的就是 也就是在等待日本的这个激发日本的这个行动上的错误 第二点呢 他就是说日本要加强西南防卫 因为在日本在西南有大概将近七千个岛屿 只有四百多个岛屿有人住 而且大部分的岛屿呢都在这个第一岛链上 那么所以他认为中国现在呢 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呢 是不允许其他国家接近的 所以日本呢在这个地区呢 应该加强防卫把军力优越于中国 第三呢 他就是说日本应该和美国加强日美同盟 比如说制定一些联合作战计划等等 一文 是那么各样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专家的建议之外 在日本各界也认为这可能就是未来中国军事的一个新的常态 啊